三個中產檔 錄音時已經有上環的人遊行 我發覺人數少很多 可以用幾個角度去看 先看群眾 人們經常問政府可以做什麼 首先政府現在是否沒有工作 其實要看時間 因為財政預算案剛剛過了 施政報告未來 立法會又休會 所以所有事情都停了 其實是很合理 因為暑假被人放假 但當然反過來看 不是暑假就可以什麼都不做 面對社會這麼大的問題 當然要做回應 現在很明顯看到香港政府 沒有做任何回應 但我可以稍後再說 我剛才聽過或看過新聞 錄音時 參與人數有幾百人 都有幾千人 都有幾千人 但問題是 一來比起昨天的元朗 少了很多人 二來就是 再比起之前 每一次都有超過二十萬人出來 集會也好 圍堵也好 聲勢是暴躍了 我直接看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其實昨天已經開始了 星期六已經開始了 但今天是第二天 即是動漫節的舉行 有很多很重要的功能 都是今天搞的 其實你就會直接看到 參與動漫節的很多都是年輕人 當然就是捉走了一些人 所以我們第一個 對於特區政府的建議 就是你其實應該搞多些動漫活動 比年輕人喜歡的活動 你主要衝擊的人 都是年輕人 現在我在網上已經聽到很多說法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先休息一下 因為現在動漫節舉行 我們有沒有必要為了衝擊 放棄了動漫節 反正是持久的就是動漫節 對 他們都被人圍鬧 但他們圍鬧之後都覺得 衝擊可以隨時搞 動漫節一連一次 我就立刻想 如果政府每個星期都搞動漫節 那你便其實某程度舒緩了 這個亦都調回去看 就是你們這些政府搞的青少年的活動 是完全失敗 沒有人覺得你們搞的事情有趣 唯一覺得有趣的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動漫節 我想可能是狼明偉 蔡志剛那些 他們就是搞的那些什麼 我們之前說的那些 等一些有錢仔富二代去酒吧 喝酒 追求女兒 他覺得這些就是青年活動 不是 不過他們就是青年活動 因為女兒被他們吃光 不單止女兒被他們吃光 喂大哥 你進去這些又要講資格 又要給入場費 很多這些東西 不是一般年青 你一是就這樣 你全香港新開二三百間吧 然後就一個星期 就讓年輕人進去喝酒 不可以喝酒 有很多未舊情 未舊情是喝汽水 馬機那些 是啊 搞什麼電競 什麼都好 搞很多電競活動 或者延課讓韓星過來跳舞 你結果就發覺 你搞完這些東西 就是沒有人去加入 或者你就搞得不好 這個是一定要反應 但是高調會不會有反感呢 高調會不會有反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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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現在高調叫韓國女團過來 在那裡跳舞 免費給我們聽 我一點都不反感 是啊 你怎麼高調都不反感 你會不會有遊行的 你當然不反感 現在問那些年輕人 沒有反感 等於這樣 全部年輕人 每人派佈PS4 你怎麼搞錯 擺明收買我 但是先拿回去 你會不會拿 我們今次就請 少女時代歐了 我們現在請Bad Pink來香港 請十對韓團來香港 就是擺明收買你們 就是離譜的政府 但是你還是會去看 其實這件事是最有效 但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政府不做 其實我之前有朋友說過 看以前六七暴動之後 香港政府做了什麼 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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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回來的 那時候還沒出生 他就說 搞派對 等一些人去玩 那些年輕人 就是發洩 發洩 你現在發覺很大問題 因為他們經常都 那些社福預算 不知去了哪裡 以前我們搞很多青年中心 有很多 青年中心沒有用的 要動萬成 要動萬成 現在就告訴你 你現在還搞那些什麼 紫點肚班 打扁波 或者外展營 沒有人會理會你 神經病 神經病 我們上次說的 青年政策 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不單是說 上面那些人 即是劉明慧 還有那些富二道 而你下面那些人搞的事情 都是完全貼不到地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 就是 雖然現在政府不做事 是有時機問題 因為大家都放暑假 但其實很離譜 例如早兩天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元朗遊行之前 香港政府新聞署 就出了一個 Notice 就說 如果你們 六七二七 會走入元朗的人 我會建議你們 盡量和平去表達你的示威 那些事情是不是瘋了 這一個集會 是已經被發出反對通知書 是非不集結的 政府新聞署出一個 Notice 去叫人家盡量和平理性 去表達你的意見 如果走入元朗 就等於你跟銀行劫匪說 你打劫的時候 千萬不要傷害無辜 盡量迅速離開現場就好了 再事先說 如果你正在打劫 緊的時候 可以的 如果你去打劫 我溫馨提示你 你們最好就盡快完成你們的工作 不要養及無辜 不要令到其他人太恐慌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離譜的 不是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說你要強硬到底 不要緊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其實在搞動漫之外 看回剛才說元朗 例如打窩遊戲 可以嗎 警察做了一組人 跟年輕人打窩遊戲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用 你警察很大不著 你叫白衣人打 去搞元朗村道上團 帶小孩去遊覽圍村 其實這些就太過誇張了 老實說 帶小孩去走圍村 我相信沒有小孩有興趣 但如果在圍村打窩遊戲 很多小孩都有興趣 你不能夠找一些仇人 不能夠找一些仇人 去跟他說 不如我們回家 不如我們回家 找真槍就會 你BB彈也未必會接受 你覺得現在政府應對情況 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 政府什麼都不做是比較好 現在他就開始找了張建宗出來 張建宗是這樣的 張建宗我覺得是有少許 跟他做一些事去改善神正 這個就是坊間全世界都這樣說 就說林鄭就會被辭職 張建宗就變成 但我說過後果 再之後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張建宗這樣 他會做了所有政府不想做 政府之前不肯做的事 但政府做了所有之前不肯做的事 譬如說是郭特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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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建制派的認罪力 最害怕是維持不到建制派的認罪力 現在有傳聞,為何政府死都不肯撤回 不肯做一些純粹民意的事 最主要原因是等林鄭辭職 因為你現在讓他做也沒用 他是否負分零分 怎樣加分都不會加回以前的位置 不如等他辭職 找一個接任的人做好事 就可以立即進入Honey Moon Period 然後承接周顯大師所說 反正他都是做一些不民心的事 不如做建制派的認罪 等你們很討厭他 不要緊,因為下屆的特首選舉 幾個月就三次了 可能一年半再 到時找一個建制派重新認可的人去做 當時仍有時間認罪立法會 即區議會死了 仍有時間認罪立法會 另外一件事 我看坊間時太多評論都說 現在政府應該要向市民讓步 應該要展現你們寬雲大量的態度 但我自己經常都覺得 建議政府做這些是很多餘的 我們死都不肯讓步 我死都不會在送中條例裏面 再有什麼迎合示威者抗爭者的要求 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你們覺得特區政府還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他全權不做 我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那些有股市 那些無所謂 無所謂 都要吃 你覺得現在硬食 對於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沒有影響嗎 已經死豬不白開水堂 是無所謂的 其實 反過來講 你覺得有很多政府部門 是否掩蓋所有的卡 又說抗議 又說這個部門 那個EO 那個AO 全部沒有用 你覺得他動搖不到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他是動搖到 但問題是 你已經說了大前提 那大前提是不撤回 其實現在他已經聚集了一些民意 就是說如果他撤回大家 那些人 有一群人是不累的 有一群人真的開始累 每個星期出來 每個星期日都希望喝茶舒舒服服 每個星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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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漸漸 今天已經是 今天已經有很多人去喝茶 去動漫節 於是便少了人 你覺得拖下去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拖一會 然後再投降 拖多久 拖多久 我想看看張建宗做事 做得如何 張建宗做事 但問題現在人們又說 十月一會國慶 人們又出來搞過你 你是不是下阿爺面 那阿爺就沒有面 我這樣想 阿爺已經沒有面 但是不要想太多 人們經常覺得阿爺很要面 其實阿爺也不是很要香港的面 不是 阿爺是很要面 但當那個人沒有面 你都沒有辦法 我明白 意思就是沒有面 那怎麼辦 現在做不到這些人 我都沒有辦法令自己有面 你現在唯一有面的方法 就是出動解放 為平所有人的方法 但你又有另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特區政府應該要回應群眾 如果不是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的問題就是 原來不回應群眾 其實都是一種策略 因為那你就不會撼動到我 你們那幫人 聯署等等 你最後就是限於聯署 他不會可以做到推翻政府 我想等你軟了少少之後 才會回應會好 是 因為現在太早回應 就被人吃絕相 是的 寧願拖掉下去 原來你那道氣還在 等你和他散了一部分 就是跟女朋友吵架 等你冷靜少少 冷靜少少 現在我就喜歡糟糕 是被你捉到我去滾 但現在我應付你的話 更麻煩 因為現在你的氣在心頭 等你拉長一點 才過了一口氣 再慢慢哄回 我覺得也是對的 如果不是我 如果不是我 他最初一來 就叫我做另一人 很煩 對的 你這次應酬他 立即叫你做另一人 如果拖到很累 就算了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好 這次就到這裏